福所书第一章 Ephesians chapter 1 十九到二十节 并指导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此以复活的能力 过去二十年有两部的大作品 是曾经震动世界的 第一个就是《Matrix》 第二个就是《Harry Potter》 《Matrix》里面那个烟雄 那个叫做《Neo》 他称为《The One》 哈利帕特被称为《The One》 哈利帕特被称为《The Chosen One》 只要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 两部的作品都是根据圣经来的 都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蓝本 改写出来的 那个Neo 他叫做死 从死里复活 他打败了邪恶的警察 哈利也是叫做死里复活 所以两部小说的主角 都是叫做死 他们成了伟大的救主 成了大英雄 那真正的大英雄是谁呢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无论你在历史里面找哪一个人做主角 都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相比 因为所有的烟雄都死了 所有的宗教教主都死了 摩 释迦牟尼死了 摩罕默德死了 他们打不过最后的仇敌 就是死 在哈利巴特那个父母亲的坟墓和墓碑上面 刻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六节 他说 寂寞了 所毁灭的仇敏就是死 所有宗教其他宗教都没有这种道理 没有一个宗教说我们要把死亡打败 不使他们想不出来 而是他们做不到 无论他们有多大的哲理 无论他们有多伟大的口号 有多伟大的英雄气概 到最后他们都是失败者 因为他们都敌不过 这个最顽强的敌人 就是死 他们可以胜过人间的仇敌 人间有很多仇敌他们都一一打败了 他们胜过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但是这又怎样 到最后他们都是死了 他们胜不过这个最后的仇敌 掌管死亡权柄的 是魔鬼 魔鬼是掌管死亡权柄 所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些英雄人物 他们全部在哪里 都是死了 所以真正的大英雄 是谁呢 这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胜过了最后的仇敌 他的能力是最大的 不过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有一句很神奇的话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这个胜过死亡的这个大能 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因为上帝是这样决定 要让这个能力写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 尽管你今天得到这个能力没有 上帝这个伟大的应许 是要特别给你的 到底要没有在你身上实现出来 你今天活着是一个得胜者 还是一个失败者 耶稣基督依靠圣灵的大能 胜过了最后的仇敌 这最大的能力 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 显出来 神特意这样做 神特意要让他这个能力 显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今天不用再追逐 这些虚假的梦 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做一个得胜者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信徒看不见 没有看见神的能力 没有看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轮弱当中 仍然活在失败当中 我们今天就要找出来 到底为什么我们仍然失败 这里 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神的大能 要闲在我们身上 十九节说 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 所闲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这是圣经的话 但是我们到处看见的 是没有能力的信徒 很多信徒都不知道 神老早已经把这个能力 丰盛生活的能力给了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呢 关键在于圣灵 我们要知道 圣灵跟能力是分不开的 所以第十七节告诉我们 十七节就在前面 第十七节 求神将那自能智慧和启示的灵 就是圣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所以到了我们读的第十九节就说 我们不担能够 这个圣灵认识这位主 我们也知道神的能力 一定跟我们在一起 只要我们有圣灵 我们就会有能力 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 祂召集了十一个门徒 这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 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要到全世界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跟着过了几十天之后 在使徒新章第一章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舍了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舍了 到底耶稣是想他们去还是不去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舍了 到底要出去还是不要出去 当然是要出去 但是要出去传福音之前 必须要等 等什么 等圣灵降临 所以 在使徒新章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为在耶路舍能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有了圣灵就可以出去 没有圣灵之前 不要离开 等 现在我们知道圣灵招已经降临了 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他已经进到我们圣灵当中 他复活我们的心灵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丰盛的能力也显在我们身上 当日 当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到这些使徒们的身上 马上他们就看见圣灵的能力 他们看见什么能力 你们记得吗 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 由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得到什么能力 当时他们讲道的时候 耶路舍能所有的人都听得明白 耶路舍能当时 由世界各地来到耶路舍能 敬拜神的人 他们有各种地方的放言 但是他们听使徒讲话的时候 全部听懂了 他们听到好像是自己家乡的声音 就是说他们非常清楚明白 使徒们讲的话 表示什么 表示圣灵降临之后 以前我们也看见的能力 是构通的能力 就是过去我们所失去的那种构通的能力 圣灵是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神 明白所有属灵的事情 也明白各个每一个不同的心灵 因为我们的灵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能够跟别人有一个美好的构通 跟人家有交流的 就证明你的心灵是健壮的 如果你不能跟人家沟通的 不能跟人家交流的 就是落在犯罪之后的烦恼里面 人类犯罪之后的烦恼是什么 就是不能沟通 人类当时想建造一个大的很高的巴别塔 他们想做什么 他们想住在一起 他们想建造一个摩天大象 以后就不怕洪水来淹没世界 他们就可以很骄傲地活着 不用再害怕 他们可以传他们的名 所以搞出全世界 我们多了不起 但是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的语言变了 他们不能沟通 大家不能沟通 不晓得是从哪里出了问题 可能是在建造那个塔的时候 你一直建上去 你知道爬楼梯才麻烦的事情 爬几条楼就很累了 他们去建造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然不是有一个人拼命爬上去建造的 一定是一层船一层上去的 所以第十层楼的 跟第一层楼的 一定是没有沟通的 一定是没有机会谈话的 到他们谈话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的话就不一样的 讲普通的 所以那个塔就建不成了 大家就分散到全地 从此人跟人之间 那个高通问题就成了大问题 你看看世界很多国家不同在吵架 大家拼命在谈话 他们有些叫做和谈 大家在谈话 希望谈啊谈啊我们就和平了 谈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和平 不断的谈 不能沟通 就好像我听到很多夫妻吵架之后 他们总是在说 我跟他不能沟通 那什么不能沟通 你们两个都讲中国话 什么不能沟通 我就是不能跟他沟通 大家就讲话 但是公讲公话 我讲婆话 你要你的道理 他有他的道理 就是大家都说自己的话 对方听不听得懂呢? 不管 大家都会有沟通的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社交媒体 有Facebook 有Twitter 有Instagram 有十几二十种 哇 这些帮助我们沟通的这些媒体 最多人用还是Facebook 所以我们可以用Facebook来做代表 哇 我们在那个Facebook里面 我们找到很多很多朋友 全世界都可能有朋友 没有 那是不是表示我们跟他们有心灵的交流 没有啦 大家都在Facebook里面 大家尽量表现自己 我们把最好的照片摟出来给你看 你有什么意见? You like 有没有沟通? 有没有交流? 没有的 我只是把我自己秀出来给你看 你就告诉我好还是不好 今天的人根本不懂得沟通 大家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 大家用个电话打text来沟通 打字来谈话 但你讲句话对面就听到了 为什么还要打字? 因为我们脑子里面 那个沟通的线路已经断了 我们不懂得跟人家的沟通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年那个春季的课程 那个Yale大学 他们开了一个全新的课程 他们说这个课程叫什么呢? 怎么样可以得到快乐 以前的大学没有这种的课程 还有大学会叫你怎么样得到快乐的 还有大学真的真厉害 他们就开了这个课程 怎么样得到快乐 他们预备本来是大概三百人左右 结果大家抢就来报读 一千二百人来报读这个课程 他们大学里面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教师 就是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就是他们要用那个音乐厅 大音乐厅来上课 所有报读这个课程的学生 他们一定要跟着课程规定的来生活 其中有一样 放下你所有的社交媒体 好像Facebook 不要在Facebook里面讲什么话 你要学习什么 跟你的亲人 跟你的朋友 桌上来面对面谈话 面对面谈话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面 那种多巴胺 就成为那个传达电流的媒体 这个多巴胺就是实现快乐的一种技术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明白了要人跟人Face to Facebook 来交谈 你就真正的得到心灵的快乐 那种心灵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人有很大的沟通问题 因为人人有不同的语言 有些自私自利的语言 有很多是黑暗的语言 有很多是自闭的语言 有些专门讲批评论断的语言 有很多是迷思 在毒品啊 性欲啊 等等的语言 人人都讲自己喜欢讲的话 把自己最美好的 最漂亮的面子摆出来 但是没有交流的 你在Facebook里面跟人家讲的话 跟你对那个猫狗讲的话是没有分别的 都是同样没有交流的 你对狗讲话 一个狗不知道你讲什么的 他摇尾尾巴 给你个like 好了 就是这样好了 所以今天的沟通问题很严重 没有交流 这些人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圣灵进到我们圣灵当中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复活过来 让我们能够心灵与心灵之间有一个交流的行为 有一种真正灵的电波的交流 我们的灵发生了真正的作用 哇 这个就是圣灵的大能 圣灵是能够使我们沟通的一个灵 我们到教会来 为什么要到教会 你可以在网上里面做崇拜 现在这个时代你不需要出门的 你天天躲在家里面 上网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神吩咐我们 主要 七天 主要分出一天出来 一同聚集到主的面前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电流交流的一个时间 我们的天线接通了上面 我们接通了所有弟兄姐妹 哇 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一种崇拜生活 我们弟兄姐妹有交流 我们与神的灵有交流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这个能力是超越一切的大能 这里他用了 要照他在基督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中文神经语他用了何等浩大 跟大能大力来形容这种大能 英文叫 Incomparably Great Power Mighty Strength 是非常大的一种能力 是超越所有的能力 是曾经在耶稣身上散发出来的能力 要显在我们身上 耶稣的能力有些什么特色呢 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众第十章三十八节 那里呢我把它浓缩成为两句话 第一句 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 第二句 一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 第二句 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 第二句 一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 我们能够解救那些被魔鬼捆绑压制的人 这个能力是超越所有其他大能力的 因为下面第二十一节就这样说 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制的 而一切有名的 我们发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常常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问题 他受到那些有权势的人的欺压 当时有法利赛人 有撒谷该人 有祭司长 有文士 有犹太公会里面的大人物 他们常常欺负这个没有权势的耶稣基督 耶稣传道的时候 他们常常来反对 他们派兵定来要捉拿耶稣 常常发生这些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这叫做欺凌别人的行为 他们有权势 他们就欺负那些没有权势的人 我们现在英文叫做Bullying 中文有些人把它放作霸凌 霸凌Bullying 好像那个声音比较像 霸凌Bullying 就是欺凌 我们到处都看见这种欺凌人的事情 学校里面有欺凌别人的学生 工厅里面有欺凌别人的同事 监牢里面有欺凌别人的囚犯 有钱人欺负穷人 圣体强壮的人欺负软弱的人 有权柄的人 欺负那些没有后台的人 很多个那些拿着枪到学校里面到处杀人的那些人 发现他们很多都是长期受到别人欺负的 他长期被人欺负被人这样藐视 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怨气 所以当他们有一把手枪 有强力的武器的时候 在美国得到手枪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你要拿一个驾驶是很困难的 是不是 你有很多证据很多条件 你才能拿到那个驾驶 但是要买一把手枪 你拿一个驾驶更加容易多了 很简单的 写个名字就可以了 难怪这个有几个million的手枪在美国 所以我们看见 当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怒气的时候 他们就随便出去杀人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那个Matrix 跟那个Harry Potter 他们所表达的 他们的难处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跟耶稣所遇到的可能都是差不多 是受人家欺凌 我们看见那个Neo 那个Neo 他有学功夫 他的导师告诉他 当你遇到那些欺凌你的人 那些邪恶的警察 你不要跟他们打 做什么 逃 尊重钥匙逃 你看着他们就赶快跑了 所以他第一步是先跑的 到后来已经避无可避 就打了反抗了 他还打局对是输的 被打的反抗了 到最后真的死了 但是很神奇的 他死里复活 才打败了那个仇 那个Harry 也好一点 他也有欺负他的 但是Harry有一些法术 他能够对抗那些欺凌他的人 我们发现了两部作品的作者 他们都提到这个问题 与受欺凌的问题 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很多人很兴奋的同意 他们能够打败那些欺凌的人 他们两部作品的作者 都是有不错的身份地位的白人 以前很多人以为 都是少数民族会被人家欺负 其实不是的 他们是白人 他们都经理所有这些受欺凌的事件 于是他们就写出这些故事出来 使很多受压制的人很开心 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受欺凌的 基督徒可能会受到家里不信的人的欺凌 那如果你在那个回教的国家 那更加可怕的事情有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我们要记得 耶稣基督当日虽然受人的欺负 但耶稣没有跟他们对抗 你不要以为他是弱者 你以为他不敢反抗 他厉害的地方在这 就是不受这些人打扰 你欺负我就欺负我了 我不管你 我继续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仍然继续地到处传福音 我去帮助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 我去解救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 你凶恶有什么用 我不管你 他继续以善甚恶 今天我们有圣灵能力的人 有圣灵存在的人 必定也是这样的 一定好像我们的主一样 我们不用管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就是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第三方面 告诉我们这个是 折胜死亡的一种能力 是掌管胜过长死权的魔鬼 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这种能力 我们知道掌管死亡全病的是魔鬼 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打败了这个长死权的魔鬼 他也告诉我们 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泉下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受他的欺负 每一个人出生之后 都向着那个死亡来进房 一活一天 就是离开死亡尽了一天 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名字 都在魔鬼这个死亡的册子上面 每一个人都是在等死 他就引导这些等死的人 进到他的监牢里面 他想让人早一点去报道 他就早一点拥有你这个灵魂 他用这个探食耗酒来捆绑着你 用沉迷性欲来捆绑你 用沉迷毒品来捆绑你 用沉迷电子游戏来捆绑你 使我们受他的捆绑 使我们被挂在他的监牢里面 让你受他捆绑 沉迷在他所涉及的东西里面 我告诉你 你的年龄一定是比较小的 你一定不能活到天年 你探食耗酒 你中年就要中风的了 你沉迷在各种的一些东西里面 你一定过不了中年 今天很多沉迷在电子游戏的人 我看跟以前我们沉迷在金庸的小说里面的人 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我们把自己带进去 我们看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故事的主角 我们变成一个烟雄人物 我们打败了敌人 打败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我们打败那些邪恶的人 我们挽救了世界 受到群众的进退 受到他们的爱在 但是原来我们是活在梦里面 当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仍然是那个软弱的人 所以最好不要醒过来了 所以日日夜夜的 不断的要玩那个游戏 我们要玩它七天七夜 因为我们不敢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就坐进了这个魔鬼的网络 今天这人都是被这个死亡的权势捆绑 这个就叫做死亡的权势 魔鬼拥有了最大的权力 就是使人死亡的能力 他用这个死亡来控制人 他不要让人发现这个生命的能力 就好像一颗植物 当你有生命能力的时候 它是往上面发展的 它一直往上生长的 但是当死亡的能力引到他 他就掉下来了 就像今天很多沉迷的人一样的 一个能够使人努力向上的能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一个人沉迷在罪恶当中 就表示死亡的能力在控制了他 很多人用这个天使跟魔鬼 作为两个对比 一边那个天使在对你讲话 一边是魔鬼对你讲话 那个代表我们人心里面的一种挣扎 那个天使是要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好事 那个魔鬼告诉我们要做些坏事 我们就以为这个是因为 我们看到底我们听天使的话 还是听那个魔鬼的话 其实这个比喻是不对的 不错魔鬼是引导人走向那个死亡的 因为他掌管那个死亡的权柄 但是另外一边不是天使 天使并没有掌管圣灵的能力 他并没有掌管圣灵的权柄 掌管圣灵权柄的只有神自己 只有圣灵自己 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过一个得神的生活 因为我们两边对抗的 不是天使跟魔鬼 那是掌管圣灵权柄的神 与掌管死亡权柄的魔鬼 我们知道一件事 魔鬼并不能帮助人去走圣灵的道路 他绝对不会带领你走光明前途的圣灵 只有圣灵的能力 能够使你过这个得神的圣灵 魔鬼能够做什么呢 魔鬼是有很大的能力的 他能够掌管死亡当然是很大的能力 他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引导你走向死亡的那个意念 他把那个意念放在你心里面 让你听他的话 去做一些走向死亡的一些道路 好像犹大 他出卖耶稣 因为魔鬼已经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里面 到了他后来 他真的出卖耶稣了 他拿到了很多钱了 但是他看不对路 耶稣被他出卖了 然后要被定士教了 他后悔了 他不知道 这个意思本来是魔鬼放在他心里的 到了这个时候 他后悔了 他想扶头啊 他想把那个钱推回给人家 把耶稣放了吧 不行了 人家不接受退货 于是怎么样 魔鬼有把另外的意念放在他里面 魔鬼放什么意念 去死吧 你怎么哪里有面目见人啊 你做了出卖你老师的那个人 去死吧 死了啊 他就去了 他就上吊死了 这是魔鬼要做的事情 魔鬼放到我们心里面的意见 他一定不是给你生存的勇气 他一定是教你去出卖你的信仰 一定是教你去出卖你的朋友 一定是教你去杀人 或者去自杀 因为魔鬼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魔鬼能够做的事情 是只能够破坏 他不能做建设 他不能为你建造一个美好的生命 他一定是想尽办法 要破坏你的人生 那个魔鬼来了 是要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是 跟随圣灵就不一样 跟随圣灵的意思就不一样 如果你心里面浮起一个意念 那个是一个建设性的意念 那就是从圣灵来的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这是使徒保罗对我们所提出的 跟随圣灵 我们每一天都一定有一种圣灵的能力 而且肯定我们将来都要复活 我们要复活的永生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他复活了 他得胜了死亡 死亡不能在他身上掌权 他就是最后的得胜者 他就是能够活到永永远远的 有肉体的人 我们今天也期待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到了将来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要达到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能够活到永永远远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把死亡灭绝 最后的朝廷就是死 发现在九月圣经里面原来都有这个真理 在这里 月博记 十九章二十六节 那个月博 那受了很多的痛苦 到了一个最低微的时间 他全身长满了毒创 受人家的继绣 但是他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没了他一定站到地上来 他说我的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上帝 很多翻译的人不敢这样翻 你看很多翻译本了 他改变了 必在我们肉体之中得见神 他们翻译 必在我们肉体之外得见神 因为每个翻译的人都在想 我这个皮肉坏了之后 那么就是没有肉体了吗 那怎么见神呢 就是在皮肉之外 在这个肉体之外得见神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 原来月博他认识一件真理 五千年前的月博 居然认识这个宝贵的真理 他知道将来他们都要复活 我这个身体违外之后 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上帝 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像主耶稣一样 我们复活之后 就得到这个不能修坏的身体 所以我们不要再被魔鬼欺骗 魔鬼总是告诉你很多事情 他说人生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 趁着你有机会 要尽情的享受 吃你喜欢吃的 玩你喜欢玩的 神气要沉迷 打麻将就打七天七夜 我让你死得更快 他的目的是要让你完全的忘记 你是要永远生命的 你要永远的时间可以享受 他要让你不知道圣灵给了你这种能力 他要不让你知道你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他不让你知道你可以得胜这个死亡 可以脱离他的掌控 可以脱离他的那种阶牢 甚至很多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不许真心的相信 他们会说将来在永世里面 太沉闷了 太沉闷了 很boring 为什么 整天拿着个hop 弹琴唱歌 会不会太沉闷了 那我问问你 你现在会弹那个hop吗 有几个懂得弹那个hop的 你现在都不会弹 你想就将来会弹 不要受笑了 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你以为这个太沉闷了 将来我们还能够吃到好的东西吗 还能够玩好的游戏吗 那我要问你 为什么不能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 圣经哪里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不能吃不能玩的 圣经哪里告诉我们这样 我们将来有一个不坏的身体 这个圣经还要吃的 那为什么不能吃好的 当然要吃 当然要吃好的 那我们还有艺术的头脑 现在有艺术的头脑 将来一定有艺术的头脑 你可以去享受这种艺术的创作 我们还有一个更灵活的身体 我们可以玩一些高难度的游戏 将来复活的身体 不是一个机器人 还是我们活生生的人 你喜欢吃吗 很多时间给你吃 你喜欢你的艺术创作吗 以前英国的首相他就这样说 我很喜欢画画 但是现在做首相没有时间做 没有时间去画画 但是将来我一定要花四百万年来做这个事情 有永生的人 四百万年说什么 什么都可以做 将来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有些什么不同 第一 我们不用再睡觉 将来的身体不需要睡觉 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 没有太阳没有月亮 没有那些来定那个日夜 我们都活在主的光中 我们将来的身体是不需要睡眠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身体 这是可能的 是不是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睡觉的 那我们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到哪里 将来的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男女的分别 没有性欲的分别 那时候我们要最完美的这种爱的生活 你喜欢爱哪一个就爱哪一个 没有性欲的问题 就是唯一的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仍然要吃的 我们仍然要我们的生活的 我们仍然要我们的工作的 我们都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不过我们不要等将来 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 因为圣灵的能力 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这个复活的能力 如果你觉得今天过一个得性的生活太辛苦了 有很多人觉得过一个乖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你跟你的儿女讲 我现在很忙我要做我的事情 你乖乖地坐在这里一个钟头不要动 他就乖得很辛苦了 今天很多人对你说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做一个有见诚的基督徒 你说很辛苦 乖得很辛苦 乖得很辛苦 你错了 不需要努力的 如果要努力了才能够做乖的基督徒 那就是你的认识错了 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 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知道他像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奉大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有信心的人 今天我们虽然大家都称为信徒 但是有些是有错误的信心 有些小信 有些人还不确定自己信的对不对 有些基督徒做了很久了 他还在怀疑 到底哪一个宗教是真的 是不是回教是真的 是佛教是真的 还是道教 还是法轮功 还是回教 总之 他们还在怀疑 他们还不肯定 这个不肯定 就是什么 没有信心 不是真的信 你是真的有信心吗 你有没有真的信心 我看到有很多信徒 他们为了投资 但是 让他们的经济更好 他们要改信风水 因为风水能够带给他们 要更多的钱财 到底信耶稣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 赚钱的命运 他们有很多疑问 所以 他们难怪了 他们看不见圣灵的能力 看不见有神迹奇事 因为 因为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的发生 都是因为人对神有信心 那四个朋友他带了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哇 人太多了 门前都追满人 他们根本都挤不进去 四个人 还有一个摊子到哪里都去不了 好了 他们想到办法 爬上房顶 拆掉人家的房顶 把那个摊子垂下去 请问 如果他没有信心 他不知道耶稣能不能医好他 他敢拆掉人家的房顶吗 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房间 房子 他敢去爬去 拆掉人家的房顶 表示他们百分之百相信 耶稣一定能够做好这个事情 只有拆掉房子 他们就可以垂下去 就好了 他肯定 所以 表示他们正有信心 如果他们不肯定 他们绝对不会走 不会这样做 他们一定要抬着他走了 进不去就走了 神今天要对我们说 在我 只有难成的希望 耶稣说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信心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没有能力过得神的生活 你今天常常失败 常常不快乐 不是神的问题 不是圣灵的问题 是你没有信心的问题 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 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 你就会看见 圣灵的能力要在你身上显存 你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依靠这种圣灵的能力 来过得神的生活 来过得神的生活 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 去努力 很幸福的挣扎 来过得神的生活 你信心放心的信靠神的待遇 正常的信靠祂 一切的事情 就会按照圣经所讲的来发生 我们一同站起来 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祢不单只把我们拯救出来 不单使我们免去罪的刑法 你还要把圣灵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 从圣灵身上 能够过一个得神的生活 从祂身上能够得到大的能力 能够胜过得神的魔鬼 一些的诠释 求主今天 就让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 看见 我们看见主祢的能力 已经为我们预备好 就要让我们知道怎样去使用 让我们能够正正过得神的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福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世直到永远 Amen 未经许不兴 所有人的感动 每个人都要遵守 没有 我们都要遵守 所以我们的永远 能够看见 我们都要遵守 有个人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